中保青春昨天公布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这三位美国的医疗研究人员 他们找到了可以让人还老繁童的秘诀 关键是一种叫做不老梅的酵素 只要控制它就可以延缓老化 在众人的掌声中 医学奖唯一的男性得主 在哈佛医学院开设实验室的杰克·索斯塔克 谦虚地说这是大家的集体贡献 两位女得主之一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教授 则是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因为刚接到得奖电话 就被挖起来接受访问 另一位女得主 分子生物学家卡罗·格雷德 就是和自己的两名子女 一起开心接受到喝 三位医学奖得主最大的贡献就是 发现位于细胞染色亭 最末端的端粒产生的酵素 也就是出生了不老梅 它可以让正常细胞再生回春 如果让端粒变长的话 还能延缓老化 不过它也会加速癌细胞的分裂扩大 因此控制不老梅甚至可以抗癌 因为切断癌细胞的不老梅 就可以让它萎缩老化死亡 人类之所以会老化的原因之因 就是因为细胞每分裂一次 端粒会越来越缩短 只要找出让端粒停止缩短的方法 青春不老或是像电影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男主角 布莱德·比特由年老到年轻 就可以真的实现 而三位得主更没有想到 青春不老和打败癌症的可能途径 被他们发现 三位得奖人同分四千五百多万台币的奖金 实质名归 记者综合报道